Hello,大家好,我是文希,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今天就是很開心的開箱片 看到我後面這個橙色紙袋 完全想不到它會拿到這個袋子出來 而且顏色是超級美 真的...想都想不到 登登,是這個 今集都是一些奢侈名牌的影片 不喜歡看這些影片的話也可以看我其他類型的影片 封面也有一點的Hint 開箱Hermes的東西 可以說是零配貨 我本身的Record已經清掉了 然後我沒有再配貨 他就馬上給了這個袋子 所以這個袋子是零配貨 但是我是有消費紀錄 最確實的零配貨 你是沒有消費紀錄 撞到那隻袋子 就完全是零配貨 我本身純粹是想著正是有這個長銀包 然後我的天使SA就拿了這個袋子出來 本身我自己心心念念都想買這個款 我就想都不想 馬上買了它 上兩個月我就已經拿了我的Dream Bag 但是我還在供奉著 我還沒開箱 在一個特別節日 或者一些特別日子我就會拿出來用了 首先就開了我男朋友這個長銀包 首先顏色配搭我都覺得相當漂亮 在Hermes裡面算是一個很熱滿的配搭 就是黑銀色的長銀包 他也會穿西裝 用這個銀包的話其實都很搭 他的size就是17cm x 9cm 黑色平銀色的配搭是超級經典 卡位其實都很鬆動 他裡面的一個位置都相當之寬 相信都應該可以裝到不少 另外這一面就是有這個拉鍊位 都是做了銀色的五金 那個位置都很鬆動 裝一些比較容易跌的東西 或者可能一些散枝都是沒有問題 都是有這個格位 所以我覺得這個銀包都算是挺實用 其實在Hermes的專門店裡面 這個配搭都比較難去拿到 然後不斷叫我們等 我們都想不到他這麼快給這個驚喜我們 所以我也很感謝我的Teen CSA 其實我們都比較迷信 如果想存錢或者想賺多些錢的話 最好就換一個長銀包和黑色 之前有沒有聽Bob說的 銀包越貴的話 就可以賺錢賺到不知道這個銀包的幾倍 他都不斷說 我要快點用這個銀包 我要賺多些錢 然後就是來到這個重要環節 就是開箱屬於我自己的手袋 本身我自己的SA 他只叫我拿這個黑色的長銀包 完全想不到我會買到東西回來 我一到專門店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我有點驚喜給你 我早兩個月已經拿了我的Dream Bag 所以我本身已經清掉所有Record 即使如果我要再拿袋的話 其實我再要是要買東西 他這個盒子只是這麼大 完全沒有開過 在螢幕前面開箱給大家看 我真的想到想不到 很開心很開心 是這個白金色的Kelly to go 真的很漂亮 我一拿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雙眼發光 比起其他Kelly來說 是在casual 有兩個背法 10號色 Clay 奶色 白 做了淺色邊緣 自己也有一個Kelly 25奶油白 對比之下 它Nata的顏色是偏向比較暖色 而這個奶色白是有一種灰調的感覺 完全不一樣 Total有兩個大格 中間五金拉鍊的位置都是做了金色 我也是很喜歡看它的細節 尾端是做了一個很迷你的H 拉鍊這個位置都是做了一個鎖扣 這兩個大格的旁邊是做了一些卡位 身份證啊 重要的卡 然後塞起這些位置都OK 裡面都裝了一條帶 斜背的話 我建議大家如果真的背著白色袋的話 就不要穿牛仔褲 會在你的屁股上摩擦 摩擦得誇張的話 那你的牛仔褲的顏色就會引起它後面 除了斜背去用之外 把帶子捲多一圈 其實就可以當一個shoulder bag 都是用Epsom 內用程度是十分之高 它這個尺寸是20.5cm x11.5cm 我覺得它這個型是真的很好看 現在不買的話之後升價的話 可能我又未必再想買 算是早買早享受 本身現在都30歲了 如果我有70歲命的話 我就可以用40年 如果40歲才拿的話 那我只可以用30年 加上Hermes也是不停的升價 當然買這些奢侈品 都要看回你自己的經濟 如果你有1000元 拿900元出來買一件東西 我是完全不建議 我自己會有積蓄一部分的錢 去買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相信這個夏天都應該會經常用它 S.A.也有跟我說的 其實如果你拿一些比較淺色的袋 你又怕它會髒的話 Hermes裡面是可以幫你做一個保養 那麼這兩樣皮具是多少錢 黑銀、長銀包、專門店買的價錢 是33,700元 這個奶色白的Kelly to go 是53,200元 買完這兩樣東西回來之後 令到自己的推動力提高了 我一定要賺多些錢 然後再買多些東西給自己 每一個人掌商自己的方式都不同 可能吃好西 或者買一些公仔給自己 不只是純粹買袋 這樣才可以滿足 到最後我都想分享一點心得 在Hermes這個路途當中 我是遇到三個S.A. 第一次看到它 我都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就留了信息 我打算再約他第二次 他就不回覆機 不回覆機也算了 然後我再去找他一次 他就說那天真的很空 當然我都沒有問題 你也有其他的客人 所以我都覺得沒所謂 我改第二天 然後我去的途中 他就再改時間 延遲我三個小時 那次我剛剛接觸Hermes 我都還小過 是早幾年前 可能本來那個S.A. 就有一堆貴婦客人 他就沒有跟我溝通太多 感覺不是太好 所以我就說 不要緊 要不我下次再去 如果要進行這件事 我會用很多錢 還有我都希望 我可以和這個S.A.的關係 會更加密切 最後我就想 算了 不要緊 那我再找過 然後我就遇到第二個S.A. 其實他都幫了我很多 但是呢 就會不停叫我買一些我不想買的東西 最後我拿到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但是我金額是十分之高 買了很多無謂的東西 這個經驗我都慢慢累積 已經拿到我自己想要的東西 那我就覺得可以完結 之後就是這次這個天使S.A. 是我朋友介紹 我們其實私底下都會交流一下 平時我們是買什麼 最終的目標是什麼 觀察之下就會覺得 那個S.A.其實對他都很好 他拿的東西都是他喜歡的東西 那這個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買完東西回來 我都是想自己用 如果我不喜歡的話 我又會覺得是浪費的 這個S.A.是很明白我的Style 他都是給我一些漂亮的東西 還有適合的東西 半年至九個月 他已經拿到我自己的Gym bag 今次他拿這個白金色的袋出來 我都真的完全心心眼 他也是十分了解我 我不知道我的天使S.A.會不會看這條片 真心謝謝他 如果想找一個好的S.A.的話 我覺得可以在你們身邊的朋友當中 去入手 在肢底下溝通了 然後才去珠門店找回S.A.就最好了 每次見S.A.的時候 你當他朋友就可以了 有時候我就會比較直接一點 跟他說我喜歡什麼 然後就會傳給他 看看他會不會有貨 然後給我買 大家都知道 在Hermes裡面是打心理箭 我也希望網上看過很多這些故事 除了可以問一下你的朋友之外 可以有空衝去專門店感受一下 去到不同的專門店 你可以見不同的S.A. 如果你覺得聊得完 他對你很好 就可以慢慢溝通下去 這條片純粹是我自己開心share 裡面是沒有一些很專業的意見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 剛剛也有說過 其實早兩個月我都已經拿了我的Dream Bag 但是我還沒開箱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可以用什麼主題然後開箱的袋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這些開心share 如果喜歡的話就可以like這條片 還有記得subscribe我的頻道 開啟這個鈴鐺 然後隨時我有機會 很突發就會開了我的Dream Bag 給大家看 另外大家也可以share我的影片 給朋友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